日前电影业资深人士原乐视影业CEO张昭因病去世,小年58岁,4日凌晨,郭敬明发文悼念,言语装充满了感激之情,他写道,听到了张昭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,很难过,往日一起边缰作战的日夜历历在目,几个月前他还在和我聊起未来他想做的事情,他谈论梦想,谈论电影时的样子,总是让人感觉他的眼睛在发光, 他是我第一部电影的出品人,一路上看着我成长,在背后支持着我,从我二十几岁到我三十几岁,夜深了,人的情绪更脆弱,此刻我很难过,但我想我和很多人都会一直记住你曾经带给我们的,也将留给我们的力量,那是对电影梦想的无限执着和赤诚,张昭总一路走好。 在此则动态下方的评论区里,有网友就此前郭敬明为抄袭道歉并答应成立反剽窃基金一事发问,什么时候把成立反剽窃基金的钱打给张昭老师啊? 郭敬明正面回应表示,一月下行的时候,已经把初步方案和截至目前为止收集到的明细,给到张昭老师。 张昭老师律师表示目前不方便用私人账户接收款项,等基金会建立之后,将款项直接打入基金会账户即可。